I shot through the sky, I'm stuck on the ground 是的各位,今天换介绍Intel的CPU 型号是I310105F 就是一颗用11代盒子装的10代CPU 我们先来看看外盒 不得不说挺好看的 Intel终于愿意花钱再设计上了 盒子内除了CPU本体外 还有信仰贴纸跟黑化的散热器 毕竟现在侧透机壳普及度高 每画过的散热器还是比较耐看的 重点是这个散热器是同底的 以往入门处理器通常附赠的是履底的 该说Intel变佛星了吗 总之这个散热器在虾皮上也可以卖到好几百块 Intel近期在产品外观上还是有做一些改变 这点做得不错 但实际用起来是如何呢 后面会来做测试 我们先来做基本参数介绍 I3-10105F Comet Lake处理器 四核八线程 频率3.7GHz 最高可到4.4GHz TDP65W 记忆体频率2666F的后缀代表着不含内显 且不支援PCIe 4.0 但以2600元的价格来说不错 CP值不错 接着我们就来进行效能测试了 首先是R23跑分 多核跑出5589分 单核1139分 大概就是期待I7的效能 再来游戏测试先来测GTAV 这次使用的显卡是GTX1050 在解析度1080P 特效开高的情况下 FPS普遍在60以上 接着是输出老CPU能撑住吗 1080P60FPS 以H.264编码 I3-10105F花了5分17秒 是我历代CPU中最快的 最后来做功耗测试 顺带一提 这颗U的布镜版本是G1 所以说顶盖跟Die的接触面是散热高导热 没意外会很烫 首先先用原厂同底扇 再挨打64单烧FPU 按下开始后没多久就到温度强了 14奈米真的不能小看 之后我换上6热管散热器材压住 连I3都这么烫 有够夸张的 总结来说 用便宜的价格买到曾经的i7也是不错的 在优点方面你能获得 良好的游戏体验 优良的功耗表现 支援超值行序 缺点是 无法超频 记忆体超频还要选择特定主板 不支援PCIe 4.0 但是如果你不怎么要求好的游戏体验 亦或是文书取向 那么这颗高CP值的U是适合你的 但是要谨记这颗U是没有内显的哦 好啦 这次的影片差不多到这里 有什么建议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 我是C 我们下部影片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